下面我们接着上节课继续讲 从男子成为首领 这样一个情况的出现 我想大家也看清楚了一点 就是在复兮时代 是一个过渡的时代 这个时期战争已经日益频繁了 各个部落解成联盟 部落联盟之间和各部落之间 经常发生大规模的剧烈的战争 有一些考古发现的实物 可以给我们提供这方面的一些迹象 比如大家在画面上看到的 带足腿骨 就能看到人的腿骨上有个箭头 这显然只能是人射伤的 动物又不会使用弓箭 这样就反映了战争激烈 此外呢 这是安徽 寒山 凌家山出土的玉虎首皇 这间玉器叫黄 它一般是成对出现的 而且在两个合成一对的时候 会有互相扣合的记号 出土的时候一般只发现半截 所以宇伟超先生推测 这种玉虎首皇 就是结盟时的信物 从虎头的形状看 结盟的性质应该是军事的 宇伟超先生原来是北大考古系的教授 后来做过国家博物馆的馆长 部落联盟的进一步的发展 就开始出现国家诞生的迹象 在皇帝和炎帝之间 曾经爆发过大规模的战争 那么我们在这个时期 能看到很多兵器 这些兵器有点礼器化的意义 就是它的一看 它是有玉作的 它实用性不是很强 但是它可能是作为礼器 这些来自兵器的礼器 也反映了军事首领 它们在主导的社会的进化的方向 在这个过程中 昔日被用来狩猎的兵器 被人类用来作残杀 国家就在这种血腥的过程中 开始诞生了 最早的尧顺时代的政权转移 根据一些古书的记载 是采取善让的方式 但是这种善让的方式 可能不像后来儒家 所描述的那样美好 比如在法家所讲述的一些史诗中 姚舜宇就不是善让 而是争夺而来的 儒家为了宣传一种天下为公的理念 说在原始时期 有才能统治者在年老的时候 他会寻找一个德才具备的 然后把王位让给他 听着就像今天的共产党似的 可是你们能够想象 比如你在一个村子里选举的时候 这个村子有不同家族 是吧 哪个家族愿意把这个村庄的领导权 让给另一个家族 是吧 那么在原始时期也是同理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族 他轻易的把自己的权利 让给另一个族做首领 这里面可能有非常复杂的情况 所以姚舜宇都是动用了暴力 才获得权利的传说 是有他的理由的 同时呢 人类学家可能有更进一步的研究 比如姚他要传为于舜的时候 是不是先把自己两个女儿嫁给他了 是吧 那么这样呢 通过一种关系 两个族还是联系在一起 他和我们刚才说的那种 两个族结成一个比较密切的 姻族的关系 是吧 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在一定的情况下 两个族轮流若庄 或者是用什么方式来分享这个政权 总之 仅仅出于天下为公的理念 仅仅因为那个人比我更 更贤明 我就把最高权力让给他 把部落联盟的领导权让给他 这种事情 我觉得有点很傻很天真 是吧 部落联盟的时候 叙述他的政治结构 学者还采取一种说法叫军事民组织 军事民组织 它是原始 社会末期的一种制度 主要是根据西欧历史 比如从古希腊古罗马所能看到的 一些情况 就是说 部落的民主传统 比如说部落大会 士族大会 还发挥着作用 这是一 第二 就是长老的意识会 还在发挥着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 军事首领的发言权 大起来了 比如在希腊神话中 像阿卡留斯 这类的人全力开始大起来了 那么这样一种制度 被称为军事民主制度 比如姚孙宇善让的时候 这个时候有四月十二幕之说 他们可能都是各个部落的首领 据说在治水的时候 有人举出了 说滚 这个人适合治水 可是这个部落联盟的首领 虽然觉得这个滚不行 他也没有反对 那么就是长老的意识会 还起着比较大的作用 还有一点 就是说 从古史的传说来看 这个时候出现了分官设职的情况 公共管理体制出现了萌芽 据说在顺的时候 羽做司空 弃做后继 后继就是农官 邪做司徒 垂做贡公 易做鱼等等 奎作月官 这些人 他们一方面都是各个部落的首领 比如我们知道 鱼是夏族的首领 对吧 弃是周族的祖先 邪是商族的祖先 同时他们又在一个更高的部落联盟共同体里承担了一个官职 官僚组织或者官员体制的架构 我们已经隐隐约看到一点痕迹了 就是一个公共管理机器的出现 据说羽开始收取共赴 开始制定刑法 那么这都是国家即将产生的标志 但是在这里有一个 我们可以认为是里程碑的事件 就是夏旗的事袭 就是在鱼 在鱼死后 本来按照善让制 他应该把首领之位让给鱼 但是夏部落以及一些诸侯拥戴雨的儿子起 做了君主 起又杀死了义 那么几个部落之间轮流坐庄的这种 权力转移的一个模式结束了 所谓的船贤 其实也不是船贤 我特别给大家强调 他变成了船子 所以夏旗世袭制 被中国学者认为是 中国国家诞生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比如大家将来还可能还会学世界史 那么学世界史 在那里国家诞生的标志 可能不是以世袭制的建立为标志的 是吧 可能有其他的标志 但是在中国学者觉得 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由此中国国家产生了 中国战国时期 战国秦汉的学者很了不起 他们对人类社会的进化 有自己的看法 也抱有自己的理想 比如他们描写了大同小康 这样两种不同的社会状态 大同社会看上去很像 我们所说的原始共产主义时代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 讲信修目 故人不读亲戚亲 不读自己子 老有所忠 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 观寡孤独非几者 有所养 男有分 女有归 分就是他的执事 每个男子都承担起 他该承担的执事 女有归 就是他有归宿 或恶其弃于地也 不必藏于己 财产可以公有 大家共同的享有他 利恶其不出一身也 不必为己 我劳动也不是为自己 事故谋必而不兴 盗窃乱贼而不做 故外户而不必 是个大同 这一个叙述宗 他可能还有对于原始社会 公有志下的生活状态 这个追溯 同时也表达了 中国人在很早就有了一个大同的梦想 但是 中国的学者在2000年前 他们就知道 这样的社会 不可能长久的维持 在大同之后出现了一种 被称为小康的社会 大道寄隐 天下为家 各亲其亲 各子其子 获利为己 大人士及以为礼 士就是士习 父子子弟 称为士 己就是胸中弟己 由弟弟继承哥哥的权位 称为己 成郭勾持以为故 礼仪以为己 以正君臣 以睹父子 以牧兄弟 以和夫妇 以设制度 以利填礼 以贤勇士 以功为己 故谋用事做 而兵由此起 与汤文武 成王周公 由此起宣言 从于以下 那么人类社会 进入小康时代 像这样的两段惨事 我确实是非常之精彩 启蒙思想家 卢梭表达了 这样的一个疑问 他说 人生来就是自由的 可实际上 他们受到统治 这种种的制裁 真的有理论上的依据吗 另外一位学者 修默 也有过这样的感叹 他说 如果我们用哲学的眼光 观察人士 那么世界上的事情 最奇怪的 莫过于少数人 统治多数人 是如此的容易 甚至被统治者 他们也拥护这种制度 大家看过林语堂的书吗 林语堂就描述过 这样一种现象 他是中国有很多很多 在社会底层的人 可是他们想法 和统治者一样 他觉得自己被统治 是天经地义的 说在动物界里 找这么弱智的动物 都找不到 林语堂这个说 就非常有趣 也是对中国人 某些中国人 哀气不幸 怒气不争 那种看法 但确实是 我们可以设想 在一种无秩序的状态中 出现了王权 那么他很可能 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大家也许知道 古印度有一种史诗 叫罗莫言纳 那么在其中就有这样的 这样的呼吁 如果没有国王的话 一切灾难都会降生 妻子将不再服从丈夫 儿子将不再服从父亲 给我们选个新的国王吧 国家没有国王 就跟河里没有水 森林里没有树 畜群中没有牧人一样 在一种普遍的无秩序状态 哪怕是出来一个收保护费的 黑方只要他能维持秩序 可能也比无秩序的状态更好 但是如果有人占据了这个位置 他就将用这个位置 谋取他更大的私利 这个也是不可避免的 假如我们一种阴暗的观点 从人性恶的观点 来看人类行为的话 比如说有一个国王 最初可能受拥戴而战胜 但是在他拥有巨大的权力之后 那么他就将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 一直把自己权力扩展到 这个可能的边界 就是利益最大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 国家是私有财产和阶级斗争的产物 当然我们也可能会问一句 为什么社会财富增加了 人们就不去共同的享有这些财富 一定要把它私有化 恩赫斯说 贪欲是社会变迁的杠杆 同时我们也期望 人类的良知和理性 最终能够战胜这种贪欲 下面我们讲今天的第二个话题 就是考古所见国家产生条件 文献资料 包括史记 左传等等 能够给我们提供的 国家产生前后的记载 不仅是很少 很片段 尤其是他距离那个时代已经很远了 比如我们谈的是 距今四千年前的事情 可是司马迁他活在什么时候 距今两千多年的时候 对吧 所以司马迁距离那个时代 和我们距离司马迁是差不多远了 那么司马迁谈下朝的事 就跟我们谈司马迁差不多 那么按照严格的历史学的学术规范来说 我们引用材料 必须引用时代最近的材料 最可靠 对吧 那么我们有两千年后 二十个世纪后的记载说 二十世纪前的事 可信吗 所以西方学者他在这个学术上的这个意识特别强 他觉得你们中国人怎么就用几百年后的书 甚至上千年后的书去说上千年前的事呢 中国的学生到了美国去读书 帮我先洗脑 他觉得你们这个 这么做就是说一种非常不科学的一种做法 但是在考古就可以给我们提供大量的第一手的资料 这个是用现代科学方法发掘的 同时呢 考古也给我们 当然考古他不能直接说明国家和制度 但是他能够给我们一些认识 就是国家是在什么样的基础和物质条件下产生的 国家和文明经常是同一词 那么文明有相当一个意义就是物质文明 是吧 那么我们在这一节 我简单谈一谈 清中气 城市 婚姻 墓葬规模和原始文化 这五个方面 我给大家做一个提示 我所讲的只能是非常简单的提示 只是给大家一个线索 你们读书的时候可以从这些方面去思考 国家是在一个什么条件下产生的 首先是铜器 下以前出土铜器已经有二十多处了 马家窑文化 齐家文化 河南龙山文化中都有发现 一种原料的产生 能影响一个社会性质和制度的形态和制度的变化 那么在这个时代就是如此 铜器的产生或者铁器的产生都具有非凡的意义 马家窑文化发现了我国最早的铜刀 距今4700年 齐家文化是在美马家窑文化之后记起的 出现了铜镜铜刀 河南龙山文化中发现了很多铜片 还有炼铜的钢锅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四五千年前的人 他们还很愚昧 出于一种蒙昧的状态 他们非常厉害 在那种原始的情况下 他们能用矿炼出铜来 还用铜做出器物来 我们的祖先非常了解 人类学家的研究显示 简单的圆耕社会使用木器来做工具 在这个时候 生产力就非常有限 比如这种圆耕社会最多一万五千人以上就很少了 但是使用青铜 使用金属的农具的就不一样了 那么它的社会规模可以扩大到二百倍以上 比如可以达到上百万人 每周人的 每周的玛雅人使用金属的厨来做农具 每年只要工作48天 就可以创造够一家人 使用的口粮 我们看这生产率已经相当之高了 我们想一个人一年就干一个万月 这一家人就吃穿不愁了 我们现在社会好像还不成了 他再干48天 他又能生产出一家人 另一家人的口粮 所以玛雅文化中 那种金字塔 弓箭 神庙 都是怎么建起来的 就是在这个生产力的水平 剩余财富 剩余时间 创造的 第二是城堡 在中国新时期时代的后期 城堡普遍出现 至少有50多处 比较典型的 在同史教科书中经常讲到的 登峰王成岗城堡 淮阳平常台城堡 山东城子牙遗址 四川 龙马宝敦古城 这就是在三星堆之前的一句本话 还有婚姻 在我们在这时候要注意的 就是一夫 一夫一妻 合葬墓 甚至一男二女合葬 父子合葬等等的情况 我们刚才讲了 在养兽文化母亲时代 一般是什么呀 同性合葬墓比较多 那么这种一男一女埋在一块 这就和以前不一样了 这就有重大的意义 它很可能就意味着 一夫一妻制和父习制时代来临了 此外呢 就是墓葬的分层 就是 同一片墓地 少数墓葬 非常豪华 大量的墓 大量的那个墓葬呢 里面随葬品很少 这就是墓穴也很小 此外就是原始文化 原始时代出现了大量精美的艺术品 大型的祭坛 占卜用的补骨 尤其是图形文字的出现 更意味着 人在精神生活中 一个使得飞跃 大家一定知道 文字的发明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看 首先是铜器 刚才我提到 马家摇文化的一把铜刀 它长12.5厘米 距今大概4700年 那么距离下少的产生 就还有700年了 这是河南艳生二里头文化 秃土的一个铺钉铜绝 二里头文化一般被认为 和夏文化相当 制造这个铜绝 至少需要四块饭 因为它的形状很复杂 至少需要四块饭 才能把它铸绕起来 那说明 它就是夏朝这个时代 青铜技术的一个标志性的器物 就是一个标志性的器物 关于成义 就是距今五到四千年 黄河长江流域原始成义大量出现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看 河南里县成都山的一个原始遗址 这是七八年发现的 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是遗址的一个情况 这是一个成都山的航拍 航拍的顶像 这是一个原始成志 此外特别引人注目的 就是山西的 湘芬陶寺遗址 沿着中国国家起源的 离不开这个遗址 01年 湘芬陶寺 发掘出了南墙东墙 是黄河流域最大的时间成志 城内发现了大型的王墓 里约重器和高等级的夯土建筑 显示了一个复杂的社会组织的存在 这是湘芬陶寺的全景 那么这是01年发现的城址 我为了大家能看得清楚 就用了这种红颜色 给大家标示出来 今天所能看到的城墙 恩格斯对于社防城市 与国家起源的关系 有一个很精彩的 很文学化的才是 他说 在新的社防城市的周围 屹立着高峻的强力 并非无故 他们的壕沟 深陷为士族制度的墓穴 而他们的城楼 已经耸露文明时代了 这话文采非常好 国这个字 在古代就是一个城义的义 然后拿着干戈 制着一个 拿着兵器去保卫它的意思 就是支干戈 以保卫城义就是国 史前的城义中 蕴含着早期国家的起源 早期的城功能有两种 第一种是防御性的 为什么要修城 为什么要修城墙呢 为了保护不兽野兽 尤其是外族的进攻 反映了士族间的战争和对抗 日益激化 它必然是以超越聚落的 社会组织的存在 你前提到 另外一种城就是防洪型的 目的是防洪 尤其是在长江流域 这样的城市比较多 原始洪水非常厉害 但是修建这种防洪性的 大规模的城 它的营建和维护 都需要复杂的组织方式 用行政的方式来大规模的组织 人力和物力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也会强化公共管理机构的 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从而推动国家的产生 就是两种防御性的和防洪性的城市 都能推动国家的产生 这是墓葬所建婚姻制度 这是养烧文化的同性别的合葬墓 大家看一看 这是山东泰安大文口文化的 夫妻合葬墓 左侧为女 右侧为男 十四个猪头 象征着两口子的财富 这样的夫妻合葬墓 在新世纪中期大量的出现了 山东龙世南文化的合葬墓 还能看到这样的现象 比如说随葬品 一般都放在 往往放在男性的一边 表示男性对他的所有权更强 有一些合葬墓是一次入葬的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夫妻俩 同以前死了吗 对 同以前猜得非常敏锐 意味着寻葬之路可能出现 殉葬 那就说明 进一步说明 这位女子作为妻妾 是同属于她丈夫的 一些合葬墓中 男子为养身 执之葬 养身执之葬是这样的 还有一些女子 是这样的 侧身躯之葬 那么不同的葬氏 也有不同的意义 在其他文化 还发现了父子合葬的情况 爸爸和儿子埋在一起 一个男性的成人和一个男性的孩子 他俩埋在一起 这意味着什么呢 在母系制度下 父亲的儿子 跟他不是同性 这个我们已经反不强调了 对吧 那么他俩能埋在同一个目的 也就是说明 父系制度建立了 还有一个墓葬出现了 一男二女的合葬 两个女的左右侧身躯之 躺在这个男的两侧 而且是一次葬 不是千葬 是一次葬 说明 不仅说明女子已经屈从于男子 而且妻妾心葬之 也已经产生了 一个男的 他可能占有几个女子 下面我们看看墓葬的规模 大家都知道一个叫基尼系数的词 是吧 他是把一个社会中 最富有的那百分之十或者百分之二十 和最穷的那百分之十或者百分之二十 作为价以对比统计 它可以显示这个社会的那个分层化的程度 和贫富分化的程度 有些社会 这种分层化比较低 比如日本在二点几 在零点二几 是吧 这个台湾是 大概零点三几 比较低 美国就比较高 香港也比较高 中国的墓钱 可能也是世界上贫富分化 最剧烈的社会之一 而且那百分之二十 占有最多财富的都是些什么人 假如我们对他价义深究的话 我们就能看清楚 我们社会实际是个什么样子 那么这样一种观察方法 在原始时代同样适用 比如刚才我们谈到的香芬陶寺墓葬 有五百多座墓葬 那么他们的区别非常之大 占百分之八十九的小墓 几乎就没有随葬品 我们可以想象 他们的生活非常简单 而八座大墓中 发现随葬品多达二百多件 而且还有鳄鱼皮做的骨 有这种乐器石庆 有这种精美的陶盘 陶盘上还汇了一只四蛇飞蛇 四龙飞龙的 这样一个动物 有的人认为它是不是和龙的起源 有什么关系 我们可以想象这八座大墓的人 他们就是这个社会的统治者 统治阶级 是吧 我在这做了一个表格 给大家显示这种社会分层 和平分化的程度 绿色表示墓葬术 红色表示随葬品 我们就能看到这个巨大的反差 这是一个贫富差别 非常之大的社会 一个高度分层化的社会 再就是原始文化 像河南 舞阳 甲湖宗 就已经发现甲骨了 我们知道殷商的甲骨文 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遗产 那么发达一个甲骨文化和占卜文化 是什么时候起源的呢 那么在河南 舞阳 甲湖 已经发现了甲骨 这些甲骨大家看看 躺在一 放在一个人的头部的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人有可能就是一个巫师 一个原始的巫师 那么就是说原始社会中 有些人已经分化出来 专门从事精神生活 沟通和神灵沟通 这是人的精神生活 或者宗教的起源 是吧 那么它也意味着 人超越动物 向更高的精神生活迈进的 这么样一个立场 在红山文化出现了祭坛 大家看看这个祭坛 这是放大的祭坛 浙江 渔航 摇山 两种文化所发现的祭坛 此外在三星堆 早期 龙马保敦文化等等 也都发现了祭坛 它意味着一种 人类生活这种新的因素 宗教 原始文化 信仰 开始兴起 关于文字呢 我们就不用说了 我们下一节还要讲 总之国家的产生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物质 和社会的变迁 的条件下产生 发生的 那么最后呢 我们用15分钟 简单的谈一些理论问题了 因为 本来这课是可以讲完的 可是我们把第二讲 做了第一讲 又讲了很多学习的事情 就浪费了一些时间 这个地儿 我就简单扫描一下 马克思 恩格斯在 确定国家起源的标准的时候 谈到了两个尺度 第一个衡量尺度 是比起士族社会来 国家是按地域 而不是按照血缘 来划分他的国民的 第二呢 就是公共权力的出现 比如说监狱 警察 军队 官吏等等 这种公共权力的出现 对于这两个条件 我们才能认为构成国家 那么在上个世纪呢 上个世纪前期 郭木洛先生率先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来观察中国历史 提出了一系列 全新的看法 郭先生的努力 使中国史学 走出了传统史学 使我们知道 还有人类社会中 人类历史上 还有奴隶制 还有封建制 还有原始社会 还有母系氏族 还有父系氏族 那么这样一个工作 决定性的超越了 两千年的传统史学 这么大的学术推进的跨度 今天我们是没法做出来的 那一代人 确实是五四那一代人 非常了不起 因为他们处在传统和现代之交 得天独厚 像春秋战国一样 假如你生活在春秋战国 你就非常幸福 为什么呢 作为一个思想者 你就非常幸福 因为你随便说点什么 你就是诸子百家 这一家 你就永垂不朽了 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 还有一次 就是二十世纪初 新旧之交那个时代 出了那么多了不起的 我们不是不勤奋 是吧 但是你不生活在那个时代 你没法和他比 那么郭先生利用马克思的 唯物史文观察历史 在二十十年代提出 商是原始社会 商周之间出现了国家 当时吕振宇 简博赞 吴泽等等 当时的侯外卢 商月 余行武等 表示赞成 四十年代 郭先生的看法变了 认为下朝是原始社会 商代是奴隶制的国家 就把中国国家提前了 吕振宇 简博赞 吴泽等 表示赞成这个看法 在一九四九年左右 郭先生又改编了看法 说下朝是中国奴隶制国家的开端 那么大多数中国学者 接受这个看法 并成为各种教科书的标准答案 大家看一看 这是三十年代郭先生的中国古代史研究 这是那个 了不起的著作 我们今天能从郭先生的著作 挑到大量的毛病 比如我根本就不采用他的理论了 但是必如蓝领之功 对学术史上 他的贡献 我们应该心存敬意吧 下面我们谈谈球邦 八十年代张光直 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 张光直先生的中国行动时代 在大陆出版 由此中国学者呢 了解到 就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呢 一些人类学家已经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 就球邦 那么中国学者随即对他发生了兴趣 开始用球邦的概念 观察史天使 因为以前我们用的是 母系氏族 父系氏族 军事民主制 部落联盟 然后国家 采用的是这样一个模式 对吧 你们看看比较早的 教科书还都是这样的 但上世纪末 八十年代的时候 人们了解到球邦这个概念 很多学者就对他发生兴趣了 人类最早的群体形式是游团 Band 帮火 随后出现了就是这个try 就是部落 然后出现了一种球邦 Chiefdom 他有第一位永久的 永久化的同志者 有一批集中化的 出现了集中化的权力 出现了一批官员 和分层化的社会 他和部落联盟不一样 部落联盟是有民主性质的 但是球邦 他有一个地位永久的统治者 有一批官员 他虽然还不是国家 也不一定就发展成国家 但他确实是一个很稳定的 有社会形态 那么这样一个球邦概念 引起了很多中国学者的兴趣 比较有代表性的 像谢维扬先生 他写了一本书 中国早期国家 就把皇帝延帝的部落联合体 称之为 看成球邦 他不是不成为部落联盟了 我请大家注意 姚孙宇的统治 红山文化 梁祖文化 以及刚才我们谈到的 香文陶子文化 都是球邦 他还提出了这样一个看法 部落可以经过 部落联盟进入国家 也可以通过球邦进入国家 前者形成的国家 比较民主 比如雅典 后者形成的国家 一般比较专制 比如中国 当然球邦这个概念 现在使用的 频度越来越高了 大家在比较新的 实验室研究中 会大量看到 但是也有一些学者 提出 说有一段时间 中国人对球邦这个概念的理解 并不符合 国际人类学界 那个球邦的本意 所以在这方面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改革开放 刚刚开始 那么中国学者 在最终国际学界的 最新成果的时候 有可能有一个学习的过程 那么中国的考古学家 在中国国家起源上 也有新的看法 他们提出了 比如五国方国帝国 这样的概念 这是北京大学 考古系苏米奇先生 提出来的 那么对于 我们北大的成果 我当然要 优先介绍 是吧 苏先生有一本小书 叫中国文明起源心探 大家可以借来看看 非常有趣 而且很薄 非常通俗 好 一顿 提出了 这个 高于部落的一个 政治实体 就是古国 的概念 随后呢 出现的是方国 大概从距今四千年开始 像夏朝 夏长洲 都属于方国 夏长洲之前有古国 这样就把中国国家起源 提前了一千年 大家看出了没有 因为夏朝是从距今四千年开始的 那么距今五千年的红山文化 如果可以看成古国的话 那么中国国家起源 就提前了一千年 战国以下 苏先生认为是帝国 颜文明先生呢 使用的概念是古国 王国和帝国 从皇帝到夏朝建立之前 是古国时代 夏长洲的统治者称王 所以这个时代是王国时代 秦以后统治者称帝 所以这是一个帝国时代 这不是帝国主义的意思 有的时候说秦帝国 汉帝国 这个素数比较大的学者 会有点排斥 就好像说美帝国 日本帝国 他们会有这样一种排斥 其实就是说 夏长洲统治者称王 就称王 古称王国 帝国就是秦汉以下统治者称帝 而且在政治学上 帝国就是一种大型的 存在着集权和专制权利的国家 大型国家就是帝国 王国帝国这样的概念都很方便 此外呢 还有一些学者通过聚落 到都裔到国家这样的模式 来探讨中国国家的起源 这样的一个思路 其实是国际上通行的 是发展的非常成熟的一种思路 就是一个聚落 如何发展成都裔 它的内部结构是什么样子 这个共同体大约有多少人 比如是不是两万人以上就可以成国家 还是五万人以上成国家 分成分到什么程度 在国际上 考古学界 人类学界都有非常成熟的研究 我也不想说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